今天这期视频 丑姐向周围两位主播 郑重的道歉 一位是男主播 一位是女主播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丑姐依稀说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学姐 和你们所有的异化 没有点赞关注丑姐 现在立马走一步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在这里 丑姐向他们道歉 并不是因为丑姐做错事 而是丑姐道歉 因为太慢才认识了他们 这两位主播呢 一个呢 就是冰糖的好朋友 软软 一个呢 就是茫茫茫 老粉都知道 之前呢 我是主打和平经营的 之后呢 再转来PUP局 所以啊 近期呢 才刚开始认识他们 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都决定 要退出游戏圈了 如果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凯们可以看回去 这两部视频 他们已经有说了 仁软呢 是在4月1号退网 而茫茫茫呢 4月8号呢 说了他将会退出游戏圈 最后呢 只会以不了形式呢 出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啊 总结来说 这个4月才刚开始 结果这两个主播 直接退出游戏圈 那真的就少了 两个技术主播啊 日翻长 也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新的主播崛起 有没有助的主播要退往 就好像我们PUP局 已经重立了5年 有一些模式被删掉了 有一些模式被增加 就好像比如 Dobby Adams 没有听过吧 他呢 已经加入到PUP局 也就是一个声音的模式 其实我们的声音呢 只是从左耳右耳 可是啊 这个呢 是Tree的声音 比起以前的声音啊 已经不一样了 大家呢 就可以去到设置 直接打开这个 Dobby Adams的设置 找到声音 直接拉到最底 起了之后就可以体验 什么叫做Dobby Adams的设置 可以用评论区的那个 下载PUP局的链接 直接下载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有开启这个模式 毕竟我是图子 是想要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 我也不知道我能当主播多久 我也不知道我哪一天 会不会决定要退往 只想凭着我自己的力量 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 在我能力范围里边 尽量而去维持 和平的YouTube的游戏圈主播 才会有和平经营图结诞生 热爱和平的经营玩家 而且解开大家心中疑惑的图子 如果粉丝还是让我 解密任何东西的话 我就一直都会在 最后大家一起简单 让我们祝贺 妈妈妈还有软软 以后的路会越来越顺 越来越好走 关注图姐 带你了解 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